Native 好我们来看这个字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na我们念成na t-i-v-e我们就念成tiv 第一个音节落在中音落在第一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native native这个字当作可属名词的时候 我们中文就翻成当地土生土长的人或者是动植物 好我们来看例句 The formosan black bear is a native of Taiwan It can't be found in the wild of any other countries The formosan就是所谓的台湾黑熊black bear 这是我们台湾特有的品种 同学呢要把它记一下 就是台湾黑熊 It's a native 它是一种呢怎么样呢 原生动物a native of Taiwan 台湾就是台湾 台湾的原生动物native It can't be found 它没有办法被找到 在什么地方呢 in the wild 在那个野外 any other country 在任何其他国家呢野外都不会被找到 因为它是台湾的土生土长的原生动物 native 好那native这个字呢 也可以当作形容词 我们中文翻成原产的特有的 来我们来看例句 The koala is native to Australia It has thick gray fur and a short tail 好我们看一下 Koala指的是五尾熊 Is native to 来这个片语的同学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对什么国家或对什么地方是特有的 它是土生土长的 特别提醒同学 它的介细词要用to Be native to 所以说呢 Koala呢 它是澳洲的特有种 It has thick gray fur 它有又厚又是黑色的毛皮 Fur这个字我们指的就是毛皮 and a short tail 有个短语吧 好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native 名词土生土长的人或动植物 还有当作形容词原产的特有的 是